而花莲市的城市外交在疫情趋缓之后是跨步迈进 花莲市长为家宴日前率团赴日本路儿岛县 进行五天的参访行程 除了与尹卓市长乔本新也展开一系列的交流活动 行程当中也前往了台北驻福岗经济文化班师处 感谢处长陈明俊的引介 让花莲市和尹卓市之间有更深入的交流 花莲市参访团由市长魏家宴带队 前往国际知名的漫画家景象雄雁的故乡依佐氏 受到市长乔本新也 副市长申源玉树 议长森田信一 副议长世睦袁荣一和多位议员 以及中华民国乔务委员会乔务顾问陈怡如的热情欢迎 为双方后续地盟友好城市交流事项来做进一步讨论 市长魏家宴期盼 两市未来可以建立更紧密的友好关系 促使两个城市在经济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合作 可以更上一层楼 家宴先行来到一种市后做一个拜访 那明年一种市我们乔本市长也会在 明年之后也会来到花莲 那其实今天到访一种市后 就跟花莲非常相近 那若要导现后 现在全力地在推观光 那今天也碰到我们船务公司也希望有做游轮的这个部分 也希望能够将我们的花莲的乡亲带到我们的路由岛来旅游 那今天也跟我们的乔本市长说 那也希望说 我们宴佐市甚至路由岛县的 我们的友好的好朋友 可以来到我们台湾花莲做一个参访 那未来也期盼两市能够交流的更深入 那主要其实希望我们观光能够互相互惠互利 希望能够将我们花莲的一些 不管是原住民民客的一些庆典能够推展出去 那还有我们的一些景点 那也希望我们的花莲乡亲也可以到路由岛 乌佐市来看一看 乌佐市长乔本欣也感谢花莲市公所到日本来拜访 也希望明年1月份他们来到台湾的时候 双方能够朝向缔结友好城市的目标来迈进 市长魏家燕表示 花莲市一直致力于城市外交 这一次的交流活动不仅强化两地之间的合作 偷显花莲市在国际事务中积极参与的态度 同时也期盼透过这样子的城市外交 共同攜手合作 为两地带来更多实质上的互惠 戒旅会欢迎视报道